闻人隽 你怎么在这儿 我 我不是 隽世姐不是我投尸人吗 那请帮我带路板 骆同侪 我们大家都很熟啊 我们也可以做你的投尸人啊 对啊 我们都很熟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你的投尸人 对啊 我很熟的 很熟的 是 你的投尸人 是 就是 既然骆梦已经选择了 这闻人隽为我的投尸人 就不会轻易改变了 接下来路由她带就好了 诸位师姐的好意 骆某心领了 请回吧 可是 请 小二姐 好好带我 那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走吧 诸位慢走 走吧 走吧 怎么了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我堂堂东夷山君 哪儿那么容易死了 我那天明明就看到你 掉下山崖了是吧 那个山崖下面有一个山洞 是我专门用来躲避吐袭用的 没想到因为你这个小猴子 我还真用上了 所以你真的一点事都没有 哪儿都没有受伤 断了条腿 你哪条腿严不严重啊 已经好了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到现在 才过来找你啊 那就好 对不起啊 你多怪我 是我连累了你 这还真得怪你 那你可欠我一个大大的人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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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又想让我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吧 那这个嘛 可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我 你到现在都没有叫过我的名字了 最佳一道 行 秋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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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吗 都不回来了吧 这还差不多 多 被别人看见就不好了 不过秋迟 话说回来 你为什么要来我们书院啊 你不是说 你讨厌这里讨厌得紧吗 我 不准说是来找我的 秋迟 请问您 千里迢迢地来到我们书院 是做什么呢 秋迟 来书院能做什么 读书 考取功名 当一个大师人 当大师人 那太好了 你那么厉害肯定可以的